大家好,我们今天又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搞一个车瓶 什么车瓶呢? 就是我前头这个相机 镜头 前头的这个UV镜 为啥只要给大家聊一下 UV镜是因为我前段时间 在使用2240 在使用卓家的时候 在240毫米段 整个镜头的重心是在往前置的 所以说在使用卓家的时候 卓家就往前倒了 镜头就摔了 幸好当时我的镜头 他都安装了一个偏正镜 偏正镜全部摔碎了 但是我镜头呢 上好把好的 又给我借了几大笔块钱 那么从此之后 我的每一块镜头 都是安装了一个UV镜 来保护它 你想看嘛 UV镜摔碎了 最多不过几百块钱 但是镜头摔碎了 有可能就震碎了 你的心也碎了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 UV镜该怎么选 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看镜头的口径用好的 UV镜的选个 往往会根据你镜头口径来 比如说像我这个 8V.4 就是77毫米的口径 也就是说你的滤镜 这种圆形滤镜 你就要选口径77的 这个样子才扯得上去 不然的话 要么就是你的滤镜买小了 要么就是你的滤镜买大了 那就抖不上了 第一个就是口径 我们需要注意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镜片玻璃的一个透光率的问题 在镜头设计上头 为啥是定角镜头 要比变角镜头的画质会更好 那是因为定角镜头它不用变角 它的光效结构会更加的 那么透光率会更高 那么所以说成像质量也就会更高 那么对于滤镜 其实对于它的透光率要求也是一样的 像这个滤镜 海达的这个滤镜 用的是小铁B270的光效玻璃 那么这个玻璃的话 具有非常高的透光性 透光率可以达到99.4% 能够实现从紫外光到红外光的一个透光 所以说保证了非常好的成像质量 也就是说在用这个UV镜的时候 你的画质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能够保证这个镜头该有的一个成像质量 那么第三点 大家买UV镜其实还是在乎它的防腐性能 刚刚我们说了 它用的是B270的这个玻璃 除了透光率好以外 B270玻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硬度非常高 第二个的话就是再加上它的一个抗摔的光效度抹的一个结构 能够给我们镜头一个更好的包袱 那么今天的话 邓老师就给大家做一个非常暴力的测试 大家不要模仿 所以说这个UV镜能够抗摔 它的防腐性能很好 大家还是不要模仿 这次的这个测评相当之劲爆 哦 帅了 那我们已经到底了 那这个玻璃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能不能把它给按上去 按的话我想是能够把它给按上去 已经到底了 OK 也就证明一个什么呢 除了玻璃的钢线很强 那么它的金属变框的话 它也是具有一定的抗摔的性能 所以说这个镜片来保护你的镜头 在一些比较机械的配色场景下头 你可以非常安心的来使用它 能够很好的保护你的镜头安全 这期的测评就到这儿 下一期大家想看下子 欢迎弹幕留言 也欢迎大家意见下来 拜拜 傻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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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